其实呢 你也完全没必要这么紧张 马兵一声冷笑 真是没讲到啊 几十年过去了 此人竟然回来了 也罢 一轩要王这些日子 正在悲伤的厉害吧 此次回来 也让一轩要王激动激动 王勇 你马上喂喂一下被打的护卫 然后提取一份口供 合适的时候提到丹阁去 就说一轩要王弟子无法无天 在传送大殿大耍威风 对丹阁造成恶劣的影响 还请当革 主持公道 王勇一正心中大惊 马过世 这是做什么呀 做什么 马兵淡淡看他一眼 说道 你只管做好了 放心 不会影响你的 如今一轩要王已是强弩之末 正好给他上上眼药 转移转移他悲伤的情绪 这也不错 马兵凝笑起来 王勇的心中发寒 他也知道 马兵一脉跟乙穴咬王一脉一向不对付 没想到居然利用这事对付对方了 之前还让自己麾下 在众目睽睽之下磕头认错 表面上是给对方面子了 实际上呢 这是朱新呢 这种事情他最不愿掺和了 但实至如今 由不得他了 心中欲发发寒 仿佛有寒气从脚底窜起 满延全身 朱新锋 之前那家伙 恐怕没安什么好心 走出传送大殿 秦臣冷笑道 啊 朱新锋看来 吹手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 只是看那家伙有些厌恶 明明我们并不介意 此人居然让你护卫 在众目睽睽下下跪 你若是头领 你会这么做吗 秦臣淡淡地说道 卓晶峰南宫离对望一眼 都有些疑惑 秦臣所说的确实有道理 但对方这么做 能有什么好处呢 应该是陈少想多了吧 不管是不是我想多了 这是之前事情的水晶记忆 你说好 以后呢 说不定有用 秦臣从身上拿出一水晶球 递了过来 卓晶峰一阵苦笑 陈少爷太警惕了吧 这在丹道城呢 能出什么事啊 卓晶峰心中那是相当自信 但最终呢 还是把水晶球收了起来 走吧 我带诸位 携上我卓家去 卓晶峰一阵大笑 带着三人豪迈走出 顿时 一座巍峨的大城 呈现于众人面前了 北天宇顶级大势力 丹道城 整座城池远远望去 无比的宏伟 大街上 到处都是人来人往 热闹非凡 好一副繁华景象 哎哟 这传宋大殿 居然直接在城池里啊 南宫离痴了一惊 之前经历了 这么多传宋镇 哪个传宋镇 不是位于各大势力外围啊 都得需要飞行一段时间 最终才能进入 这还是南宫离 第一次看见 传宋镇居然 直接在城内的 卓晶峰自豪道 这是自然啊 丹道城可不同其他势力 此乃北天域最顶尖的势力之一啊 每天都有大量人前往丹道城 方便各大势力的人前来 哎 丹道城将所有传宋大殿 都直接建立于城池之中了 并且呢 城东 城南 城北 城西 每个地方一个 一共有四个传宋镇 远超其他皇级势力啊 四个传宋镇 南宫离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到底有多大底气 才会直接建立四个传宋镇呢 不过也对 丹道城作为北天域当格的中心 是诸多势力向往的圣地啊 每天也不知多少武者 前来求购丹药 其人流量绝对是 其他皇级势力的十倍 甚至百倍以上 看到南宫离的震惊 卓晶峰显然更为自豪了 他笑着等 哦 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呢 只是丹道城外城 而丹道城之所以如此自信 将传宋镇直接建在城市之中 那是因为外城里还有一内城呢 丹道城一些核心建筑都在内城里 而且内城拥有顶级阵法 根本不惧怕任何人攻打呀 内城 果然 在外城内部 有一个呈现单炉状的宏伟内城 而外表呢 则散发着无处阵光 保护着内部的古城 这应该是整个北天域 最为严密的地方之一了 丹阁财大气粗 什么材料都砸最好的 那自然是牛叉了 若有人敢在内城闹事 恐怕会直接惊动丹阁的武皇强者 将其震杀 相比而言呢 外城还是混乱许多的 三人走在大街上 四周到处是人山人海 热闹非凡 南宫离泽舌 这个人也太多了吧 而且到处都是武王 简直是武王遍地走 武尊不如狗啊 之前他们曾经到过天罗皇朝的皇城 当时南宫离已经十分的震惊了 可现在呢 跟丹道城相比 差了十万八千里不止 根本不是一级别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 天罗皇朝载牛 那就是一皇朝 而丹道城呢 却是北天域丹阁总部所在啊 每天来这里索求丹药的武者 得有多少 恐怕是数都数不过来啊 三人在卓清风带领之下 很快来到一座宏伟的府邸前 我靠 这么大府邸啊 南宫离眼珠子再次瞪圆了 整座府邸极为的宏伟大气 占地面积起码有上百里 坐落在丹道城外城 无比的大气 这可是丹道城啊 卓清风家族居然在丹道城外城中 拥有这么一栋宏伟的建筑 南宫离对时被卓清风家世 有了一更直观的认识 呵 难怪卓清风来到丹道城这么自信啊 这妥妥土豪啊 丹道城的地头蛇 也就一般般了 卓清风哈哈一笑走上前来 咚咚咚敲起门来 只是呢 敲了半天 居然没人过来开门 卓清风脸上顿时露出疑惑之色 怎么回事啊 难道家族里人都不在 不至于吧 就算大家忙于家族生意 不至于一个守家的人也没有吧 哦 可能是家族的人忙生意去了 陈少 南宫会长 你们稍等啊 我开一下阵法 他来到大门前 双手迅速捏出一道复杂的阵群 顿时 门前大门开始亮了 如水般的阵光荡漾开来 阵法瞬间被破开了 什么人将我屋子阵法破开了 找死不成 府底外阵法一破 一个粗广的声音 马上从里面传了出来 旋即府底大门打开 一个有些阴沉的魁梧大汉 走到门前 冷冷地看着秦晨他们 他身上流露出一丝浓郁的杀气 目光冷冷地打拎着卓庆锋 看这一架势 显然是一言不合 准备大打出手 不过呢 等他目光落到秦晨身上之后 瞳孔不咬地骤然一缩 因为他发现 自己竟然看不到秦晨的修为 你们什么人 谁给你们胆子 剖开本座府底的 魁梧大汉气势略微收敛了点 但还是怒气冲冲 一脸的杀气 卓庆锋含着脸 一脸愤怒道 什么人 你还问我们什么人 这明明是把卓家府底 阁下是谁 为什么在这 你卓家府底 魁梧大汉狐疑地看了眼卓庆锋 冷哼道 这明明是我朋友借给本座 让本座看管的 什么卓家 我不认识 警告你一句 别打扰我修炼 那魁梧大汉说完 就要把府底门关上 不准进去 你给我说清楚 你究竟怎么住进来的 卓庆锋一下把府底门拦下来 怒声道 这个明明是卓家府底呀 虽然有几十年没回来 但自己家门岂快认错 而此刻更让他担心的是 他父母哪儿去了 放肆 你找死 魁梧大汉也忍不住了 一声怒喝 猛地朝卓庆锋一掌推来 轰的一声 他手掌间凝聚出 惊人的真元气流 如同一个大木盘 带着剧烈的音爆之声 轰向了卓庆锋 此人一出手 七家后期巅峰的修为 斩了无疑 而卓庆锋 就只是七家中期巅峰的五王 在抢进真元气流的棋卷之下 顿时是心神摇曳 这掌若被他推食了 不死也得重伤呢 关键时刻 他一声怒吼 体内力量释放到极致 右手之上真元凝聚 斜尽全力 与魁梧大汉狠狠对了一场 砰的一声 两股可怕的力量 在虚空中碰撞 卓庆锋裂丝发白 脚步蹬蹬蹬 接连退了几十步 踏碎了数块坚硬的青砖之后 射才稳住了身形 紧接着 扑的一声 一口鲜血喷出 你这家伙到底是谁 非但私闯民宅 还敢对我动手 你简直无法无天哪 卓庆锋深吸一口气 焦急无比地道 无法无天的是你们吧 打扰本王警修 死罪 魁梧大汉占了优势 不由的一声冷笑 七阶后期 巅峰的秀卑进行展露 双眸中凶芒闪烁 朝着卓庆锋猛扑过来 眨眼之间 来到了卓庆锋面前了 卓庆锋是脸色大变 对方实力远超于他 根本是无力躲避 秦缠在一旁懒得继续看 身形一望 直接面无表情 朝着魁梧大汉挥手一抓 魁梧大汉看见秦辰出手 心里莫名升起一道危机感 他对时脸色一变 怒吼道 你们几个对付本王一个 是不是卑鄙了点 有种的一个一个伤啊 同时 嗡的一声 一股强大的真元弥漫开来 形成了一道真元护照 秦辰却是一声赤笑 根本不理会他那话 手掌直接探紧 对方真元护照之中 咔的一声 魁梧大汉施展的真元护照 顿时如肥皂炮一样破碎开来 而后他整个人 就像柔弱的小鸡一样 让秦辰轻松抓在了手里 浑身真元瞬间被封印了起来 根本无法调动分毫啊 你 魁梧大汉瞪大惊怒的双眼 没来得及说话呢 砰的一声 秦辰随手一筐 把他直接砸到地上了 因为地面上被秦辰 直接覆盖了一层真元护照 魁梧大汉直接撞在 一座铁山上一样 咔的一声 胸口传来细密的骨折声 同时嘴里大口大口 喷出了鲜血 秦辰冷冷地看着他 说吧 这到底怎么回事 大神饶命啊 魁梧大汉顿时惊动地寒了起来 这个府邸 真是在下朋友借给我看过的 原来啊 这魁梧大汉 真是从朋友手中 得到这府邸的 他朋友呢 是单道成一典当行的伙计 这府邸便是被抵押到 对方典当行了 因为需要人看管 伙计便让魁梧大汉 过来看管府邸了 如此一来呢 典当行不需要出管理费 而魁梧大汉 有这么大一地方住 也不用付租金 双方是各有好处啊 典当行 怎么可能呢 卓清风南南道 这是他家族府邸的 怎么能被典当掉呢 那住在这原来那户人家呢 卓清风怒吼 神色变得无比较急 哎呀 我不知道 我就是来这住的 不过 我听我那哥们说呀 这家人家经营不善 最终才把府邸点当掉的 然后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至于搬到哪儿 这 我也不知道啊 魁梧大汉 站着兢兢的 啊 奔走了 卓清风心中略微松了一口气 可实际上呢 内心还是无比交集 这是卓家的府邸啊 卓家在这住了足足数百年了 若不是出现无法面对的大事 卓家根本不可能把府邸抵押掉 好 你不知道 你朋友总会知道 快说 你朋友到底哪个点当行的 卓清风正领道 玄园点当行 魁梧大汉急忙回到 心里呢 那是巴不得秦晨放他离开 去找自己点当行的朋友麻烦去 他在这就看个屋子 这也能被叫去 真是够倒霉的 玄园 我没听过 哪家点当行 在哪儿啊 马上带我们过去 卓清风一声怒吼 这个 玄园点当行 就在城南中心 乡穴大街五十八号 你们可以自己去啊 魁梧大汉一阵紧张 让他带过去 这让朋友知道了 还不骂死他呀 香蟹大街 好 陈上 我们赶紧过去 卓清风一阵交集 声音里带了一丝风了 显然 他有些乱的方寸了 一转身 就朝香蟹大街掠去 秦晨把那魁梧大汉 往地上一扔 连忙追了出来 卓清风 冷静啊 来到卓清风身前 秦晨搜的拦住他 立声鹤头 同时呢 一股无形的精神波动 涌入卓清风脑海 将他瞬间惊醒了 秦晨紧接着冷冷地说道 我们现在到典当行 你觉得有用吗 先不说对方 未必知道你家人搬去哪里了 光你现在的态度 一定会跟典当行 发生冲突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生的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